我祝日代表谢长廷16日在独卖新闻最高顾问独卖巨人球团老板老川祥一陪同下到东京巨蛋球场为老独卖巨人队选手杨戴刚并颁发给他台湾之光亲笔签名版 这是谢长廷在日本发出的第一张台湾之光亲笔签名版 谢长廷对杨戴刚说 我来给你加油 感谢你推动 带我飞翔感梦计划让很多小朋友追求梦想 杨戴刚回答说就做这些该做的事 谢长廷表示加油 我们赶到 以你为荣 杨戴刚也表示谢谢并回赠亲笔签名版 谢长廷事后被媒体问到为何第一张台湾之光亲笔签名版是送给杨戴刚时表示 他是我们的骄傲 也给年轻人梦想 谢长廷回忆说 在京都留学时代正好是巨人队的王真志和长岛貌兄时代 那时每天盯着电视看球赛 驻日代表处表示 杨戴刚在运动方面 2013年或国内选为结出男运动员奖及最佳男运动员奖 在日本职棒亦为首位获得日本职棒太平洋联盟外野手金手套奖的台籍选手 今年8月16日打出第一千支安打 优异表现令人敬佩 在公益活动方面 杨戴刚次2014年推动《带我飞翔感梦计划》以实际的行动造福台湾新生戴 鼓励台湾新生戴勇于逐梦充分展现爱并才会赢的台湾精神 舒直鼓励祝福他在巨人队友更好表现 在创家机 忠实